哈囉 到時候今天我們今天就來 一下我們的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啦 那剛剛結束了我們禮拜日的 健檢時間 我們這邊大佬們已經幫著別人帳號 稍微改造了一些東西喔 那這邊我們是把一大堆的資源 全部都灌在我們的改節身上啦 所以這邊我們的改節就是越變越厲害的感覺喔 那每週日的晚上8點現在應該都會來那個 跟大家一起來直播 然後來玩一些我們的帳號的一些角色 然後大家會慢慢把我們帳號裡面的角色 就是越變越厲害的感覺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已經把他配了一些我們的這個 裝備啊還有一些潛能的東西啊 像我們這邊擴張卡已經讓這幾個全部都是 六星的這個裝備了 我自己都哇 我累積了這麼多的資源好不好 一下子直接快要被他用光了 我真的是有點難過 但是我們看到成果的話 確實是還蠻開心的啦 那征服卡這邊的話 也開始有刷一些能力值出現了好不好 這邊的話我們盡量就是刷一些生命 生命值啊速加成果攻擊力之類的 然後這個征服卡的話這邊加了傷害率 跟我們的這個生命值之類的 那除了來說這角色的話就是要那個 爆擊率跟我們的生命值高一點 他才可以打出一個就是 不錯的一個傷害喔 那沒關係我們就是慢慢繼續努力啦 反正就是開始就是 每週的禮拜日的晚上8點的話 都會讓大家來一個健檢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能不能讓自己的帳號 再變得更厲害一點點喔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來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傑諾斯的成果 哦哎其實那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就是 越級的那個打我們的挑戰者了哦 像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戰力只有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五百萬嘛 但是現在基本上應該可以打到了我們的 100多萬的月兩趴哦 所以這邊的話 700多或是 700多或是800多的話 這應該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燒酒 雞龜看一下能不能打贏好 但是這個好像 也蠻恐怖的 而且他改角好像要強一點點 這個我應該是沒辦法吧 我覺得這個應該 應該應該是不行好不好 但是來試試看好了 應該是沒辦法 他改節106等哦 而且感覺就是比我還要猛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 他應該應該應該是沒辦法 但是我們的速度比較快一點點 我來看一下哦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可以打贏 他是先出銅技哦 銅技來了 機械幣亂打 然後換我們的 傑諾斯 改接 看一下轟一下 你看轟一下一半哦各位 就是我們努力的結果 轟一下一半好不好 可是他的 他的那個打我們也是 也是差不多這麼多 哇 有點慘哦 但是這邊我們轟一下一半 算是還蠻ok的哦 哇 如果我們能撐住的話就就還不錯 好不好 我們一定要撐住啊 那我怕他改節直接把我們那個 轟爆哎 哇哇哇 可是我們這邊一大堆不滅的啦 哇這邊一大堆不滅的 應該是ok 有有有我們這邊還有機會 好打犬圈 有我們這邊 如果我們打下去 他他血量這邊應該被我們弄死哦 對我們這邊如果改接再轟一炮的話 應該是可以轟死他哦 試試看 改接 有轟到這樣子但是沒有轟死 啊 但是他直接把我們那個 不滅反傷反死了 但是既然讓我們是可以就是500多的戰力 直接打這個130 呃1300多的哦 所以 這就是我們努力的結果好不好 我們用我們一大堆資源堆出來的那個 傑諾斯 哎大家既然說傑諾斯就是好不好 傑諾斯就是那個該怎麼說呢 傑諾斯就是大家那個全村的守護者啦好不好 像這個118萬這個沒有傑諾斯我們應該會贏哦 來打一下看看 很嗨啦好不好真的很嗨 所以大概知道為什麼大家 都會就是 其實還是蠻多人喜歡這款遊戲的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他真的玩起來哦 真的是蠻嗨的 你看到時候你的那個傷害出出來之後的話 你只要培養好哦 你基本上 打那個打直接把片避掉是完全沒問題的哦 那還是蠻嗨的哦 來來來這邊我們前面基本上都是那個 撫滅跟不屈好不好不用怕 來了改結登場看一下能轟多少 看這個速度真的很爽 你看這個 這打下去基本上超痛 啊但是我們這邊全部被板上板掉啦 因為他獨角先沒死然後雙層血量 我們這邊 沒有轟死他們他們全部補回來了 尷尬了哦 沒關係沒關係 哇 看來其實我們如果真的還要打就是 比較高的一些位階的玩家的話 我們可能自己的那個 其他的角色還是要變得更厲害一點點哦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是只有先練那個 練那個改結而已 因為我們現在的那個資源就是還在慢慢弄 光弄這隻角色我們就弄了差不多快要兩個多小時了 因為其實我真的是 不太懂這遊戲哦 所以我自己是蠻怕的 哇 完了機械臂亂打 沒事沒事沒事 啊有事有事有事 這邊雙層血量核心的話感覺就算我們轟這麼多 但是目前來說還是轟不太實啊 但是 就一般來說的話我們應該算是 打得贏的那種感覺哦 我們可能就是還要再練幾隻角色這樣子 但是慢慢的就是大家來幫著冰 上一上課之後的話哦 基本上我們應該就可以就是 慢慢的挑戰更多的那個 競技場的排位了 像這個貓拳的話應該是 可以打贏哦 我們就可以慢慢往前打這樣子 還蠻好 蠻好玩的啦 就是真的是 蠻有趣的好不好 全村的希望改結 超好笑的 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直接把他們轟死哦 應該是ok的哦 來看一下哈 螺旋燒尾砲先來一下 看直接轟了差不多 三分之二的血量哦 嗨起來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看起來更賞心悅目了 而且到時候等我們就是那個 改結專武那些拿到的話 應該改結就變得更厲害 今天在開直播的時候 大家都說哦不用緊張 你就全部支援灌在那個 改結身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全部都在改結 你就會知道改結好不好 是全村的希望 原本我們是沒有要打那個競技場 原本是以那個就是 活動關卡為主 但是大家就是看到我的那個支援 其實還蠻多的 我們就直接那個 直接把他給弄起來了哦 好沒問題 合檔 我們剛剛前面有先打一個 就是戰力一千多萬的 那個我們是 完全沒問題直接打贏哦 改結可以嗎再一下 哦你看這個 直接轟爆啊兩下 一發不夠我就打兩發 兩發不夠我就打三發 我只要能夠撐住好不好 那個傷害的那個 噴的那個血量真的是很大 超大的那種 完全沒問題 所以之後啊我們大概 因為我們每周日的晚上現在8點 我們都會開就是那個 帳號的培訓台 讓我們看一下 接下來能夠練哪一些角色 我們就把他們練起來之後的話 我們的那個 排位應該就可以再 往前打不少了 真的是還蠻嗨的 你看其實 看到他這個 數字打起來的話真的是蠻愉快的 這邊是105的 但是他是沒有那個 雙層血量核心啊 然後他也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什麼 沒有我們就是那個改結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搞不好又可以再打一個一千萬戰力的哦 好不好 經過大家的改造 真的是變得不太一樣了 是不是 看起來更賞心悅目了各位 那搞不好我們去打英雄插怪的那些 就更不用緊張了哦 應該是ok的 來來來來來看一下哦 有盾牌 一樣打一半 好不好 一樣打一半完全沒問題 這改結真的好扯哦 哇 難怪 全 全村最後希望 我們只要不要打雙血量核心 應該都是可以贏的哦 哇哇哇哇這二郎 不虛不虛 哇 不虛不虛 沒事沒事沒事 啊完了 啊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那個 沒沒擋住啊 可惜可惜 但是這個感覺很不一樣有沒有 跟哲平之前的帳號來說的話 真的是很不一樣 再看一下 這個富邦勇士野獸 富邦勇士野獸好像是我們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組織的耶 啊 會不會直接 直接電爆我們捷諾斯 他來了 索爾之拳打誰 哇好盪 哎這打吉諾斯 但我們先補滅了沒關係 哦你看這個 哈哈 直接把他弄爆 來了 覺醒 哦龍爵 沒事沒事沒事 傑諾斯還在 我們就贏了 哇全村最後希望 我們先把他的那個打後排的那個 那個誰 甜美甲面給打爆了 這場應該是 我們ok 哎他沒能量了 水水水水 看他的那個 速度那邊沒配好吧 應該是這樣 可以可以各位 沒有問題 再給他轟一次哦 我們這邊在轟第二發 我們應該是可以直接 再打一波大的 然後下禮拜的話就還蠻期待 大家會 要整瓶練哪一隻角色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慢慢 一隻一隻提升上去好不好 就可以了 來了來了來了 再轟一下 轟死他們 真的是轟超多的 但這邊很多都是那個啦 撥滅跟不虛啊 所以還沒辦法那麼快把他給打死 不過我們要輸了吧 應該沒有 這還好 然後基本上四月聽說好像是 覺醒龍卷要出來了哦 所以覺醒龍卷的話應該也可以 期待一下他的那些戰力這樣 看一下會不會變得很猛 我來了 哦他也差不多轟了很大 但是沒有我們那麼大 我們還是稍微猛一點點 追擊可以啊 好我們傑諾斯沒死啊就有希望 哇群群俠掛了 來了哇全部被被帶走來 有有有有 剩下改劫了 nice 還行啦真的是 感謝各位大佬好不好 那之後基本上每周日的晚上8點 我們都會就是在看一下要怎麼改造 我們這支帳號好不好 就當作跟大家一起來玩 一拳超人這樣子好不好 啊不夠的地方我們就折平花錢 然後大家一起來玩爽爽 那樣感覺哦 應該是還蠻有趣的好不好 希望大家會喜歡 周日的這個系列啦好不好 好了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啊 覺得這一次大佬我們 幫助之後的話我們改結 我們變得非常非常噁心的 如果有的話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一些想法好不好 改結真的拯救全村好不好 真的拯救全村哦 哈哈哈 好囉這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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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